由于史书三国志 小说三国演绎 以及各类三国题材影视剧 所描述的内容细节上 多多少少有稀许出入 使得部分历史事件 有了很多种不同的说法 再加上某些小编加以润色 语发扑朔迷语 比如刘备在临终前 究竟说了哪些话 见了哪些人 安排了哪些事情 在影视剧《新三国》中 刘备临终前阿豆在病榻旁边 而在小说三国演绎中 应该是刘李 刘勇在病榻旁边 在小说三国演绎中 刘备临死前 向赵云交代了一番话 原文 《朕与轻于患难之中》 相从道今 不想与此地分别 倾可想振故交 早晚看去无子 误附阵言 而在某些版本的影视剧中 并无这一幕 那么 历史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本篇文章将以三国志 当史书为主要参考文献 为大家详细揭秘 刘备第一问 刘备临终前 在他病榻旁边的 有哪些人 诸葛亮 白帝城脱钩的主要对象 就是诸葛亮 据三国志记载 章五三年春 先主于永安病毒 照亮于成都 书以后世 毋庸置疑 诸葛亮肯定在 刘备病榻旁边 李延 白帝城脱钩的次要对象 就是李延 据三国志 记载 章五二年 先主争言以永安宫 拜上书令 三年 先主疾病 严与诸葛亮并受 依照扶哨主 可见 当时李延 是被刘备特意征召过去的 鲁王刘勇 作为刘备儿子的代表 他当时也在病榻旁边 据诸葛亮及记载 临终时 呼鲁王于宇 吴王之后 汝兄弟父是丞相 并亲与丞相共事而已 以上三人是确定的 至于后主刘缠 他是肯定不在病榻旁边的 因为他要留守成都 当时刘备病重 汉家太守黄元 趁机举兵造反 焚烧林琼 是蜀郡太守杨红 启奏了太子刘缠 派遣其亲兵卫队前往征套 于是摆平了 可见 刘缠并没有见到自己父亲的最后一面 是的 刘备确实有一兆赤子 主要是赤后主 即对太子刘缠说一眼 但这并非是当面说的 而是写下来让刘缠看的 那么 还会有其他人吗 小刀就斗胆猜测一下 可能还有马素 刘备在临终前特意交代诸葛亮说 马素此人言过其实 不可大用 想来刘备应该是见到了诸葛亮的随身小弟 马素 才这么提醒一下 可能还有赵云 据云别传记载 先主是立于紫规 云进兵至永安 吴军已退 可见 刘备大军溃败后 是赵云率军前去接应的 大概率赵云会留在永安厅后拆遣 可能还有廖化 一临一战 蜀军损失了很多大将 廖化时幸存者 他大概率留在永安住房 可能还有马中 据三国志 记载 先主东征 败即萧庭 巴西太守言之发出宪兵五千人一捕一却 潜中送往 刘备见到马中后 很是欢喜 大概率是将他留在永安了 当然 可能还有一些文官 宦官 士币等等 刘缠第二问 刘备临终前 究竟说了哪些话 均才十倍曹丕 必能安国 重定大事 若四字可辅 辅之 如其不才 均可自取 记载于三国志 这是刘备亲口对诸葛亮说的话 想必家喻户晓吧 这一段话 在历史上有截然不同的评价 三国志 作者承受给刘备点赞 夸刘备是仁义之君 举国脱固于诸葛亮 可以说非常信任他 清代皇帝弘历就不这么认为了 他果断给刘备差评 如其不才 均可自取 这八个字明显是在试探诸葛亮 也就说明刘备并非完全信任诸葛亮 马素言过其实 不可大用 均其查知记载于三国志 这也是刘备亲口对诸葛亮说的话 估计大家也肯定都听过 所谓当局者谜 旁观者清 由于诸葛亮对马素太过于喜爱 致使他忽视了马素的缺陷 劳辣的刘备这才善意地提醒一下丞相 马素无王之后 辱兄弟父是丞相 令亲与丞相共事而已 记载于诸葛亮记 这是刘备对儿子刘勇亲口说的话 即我刘备死后 你们兄弟几个要像对待父亲一样 对待丞相诸葛亮 你刘勇要和丞相一起协助皇帝处理朝政呀 至于如与丞相从事 使之如父 勿以恶小而为之 勿以善小而不为等等这些话 都是刘备照之后主的 并不是亲口对刘缠说的哦 史书记在往往言解一概 以上三句话确定是刘备亲口说的 至于刘备还有没有说其他话 小刀再次斗胆猜测一下 其一 刘备应该对李延说了一段话 诸葛亮为政 李延为父 这一套脱固阵容 足以表明刘备的用意 刘备是想让李延来牵制诸葛亮 因而估计会和李延单独见面说悄悄话 其二 刘备可能会和赵云说一段话 罗冠中老师在写小说三国演义时就加上了 毕竟赵云追随刘备多年 又救护过阿斗多次 刘备单独和赵云说几句遗言也不奇怪 另外 小说三国演义中 还有这么一段话 朕已脱固于丞相 令私子以赴是之 清等去不可怠慢 以赴阵望 这是刘备对在病态旁边的各个文臣武将说的话 这句话在历史上也是有可能说了的 李延第三问 刘备临终前 究竟安排了哪些事 简单整理一下 大概有四件事 一 和东吴破镜重圆 怡陵战败后 刘备当然咽不下这口气 但是作为一国之君 他必须要审视多事 为国家利益着想 此时未属无三方 为国最强 无国次之 属国最弱 刘备在有生之年 已然失去了争夺天下的可能 说得难听点 此时的属国只能自保 除了和无国结盟别无他法 而 托估 即把幼主刘缠托付给重臣诸葛亮和李延 刘备深知刘缠的能力不足 于是给他配置了一正一副两大俯陈 可千万别小看刘备此举 首先 刘备明确了诸葛亮的相互地位 他知道诸葛亮的能力强 需要给予足够多的权力 其次 刘备担忧诸葛亮将来权倾朝野 会把流产架空 于是特地安排了一个李延来牵制诸葛亮 据三国志记载 以言为中斗户 统内外军士 刘振永安 可见李延的权力也不小 最后 刘备选择了李延 其实意义深远 李延早先在西川就深受刘张重用 属于东周派系 而诸葛亮属于荆州派系 刘备是想让蜀国内部几大派系相互制约 法正三 依照后主 可以说让刘备最放心不下的就是阿豆了 于是刘备给阿豆留了一段很长的遗言 朕出几弹夏丽儿 后转杂他臂 待不自己可读汉书 笔记 闲暇立官朱子及六涛 商君书 一人一致 文成相维写身 韩 管子 六涛 一通以臂 魏宋 盗王 可自更求文达 这段话主要包含了两层意思 其一 表达了刘备坦然失死的人生态度 人五十不撑腰 你以六十有余 何所负恨 即刘备觉得自己能够活到六十多岁已经很知足了 其二 勉力阿豆要好好做人 用功读书 相比于曹操来说 刘备对于子女的教育和培养是失败的 但是刘备留下了常为历史所称的警局 勿以恶小而为之 勿以善小而不为 可见刘备首要看重的是修身 希望阿豆能不断完善自我 当然 刘备也希望阿豆能读经 读史 以此一人一致 诸葛亮寺 交代丧事 刘备驾崩后 由丞相诸葛亮向后主刘柴上表 按照刘备的生前遗愿 向全国老百姓宣布丧事的具体安排 那么会有哪些安排呢 其一 刘备告诫刘柴要以国事为重 适度扶桑 动容损意 即一举一动 影响大局 应当慎之又慎 其二 刘备已令京城官员以及地方郡守 县令等三日便出服 即三日后便可脱去丧服 该干嘛干嘛 这不仅仅是刘备结葬 减丧思想的体现 更是当时形势所迫 要知道 刘备一死 便有一周豪强雍凯 少数民族首领梦霍等人 开始为非作歹 为国 吴国又坚虎视眈眈 没有外患之计 丧事也只好简单点了 其三 还葬成都 公元223年5月 刘备的灵鹫从永安运回成都 事约招令皇帝 秋 八月 葬会灵 莫获总之 刘备脱姑时安排了刀俘首 刘备密令 赵云叮嘱诸葛亮 这些都是没有历史根据的留言 刘备也并没有留下什么毒计或者阴谋 他和历代皇帝驾崩时一样 对国家之后该如何发展壮大进行了详细思考 因而做出了一系列理性的决定 如与东吴再次结盟 把大权交给诸葛亮 依照勉力厚助 要求丧事从简等等 这些决策对蜀国的发展军事有利的 依照